欢迎来到The Ma Family厨房 面条起源于中国 它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 它也可以作为主食 也可以作为快餐食品 今天我要教你们的就是 做方便又简单的面条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好,我们来介绍材料 300毫升的温水 500克的通用面粉 1 4茶匙的盐 这里有300毫升的温水 首先我们要把1 4茶匙的盐放进水里 把它搅拌均匀 一定要温水才能把盐融化在水里 500克的通用面粉 然后盐水要分次的倒入进去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均匀 你也是可以用高筋面粉来代替 通用面粉 你们看是很干 但是别担心还是可以粘在一起的 均匀了以后就可以开始揉面了 现在一直不断地揉 揉到成为一个面团 通常我都会做这一个面来吃 因为材料少 又简单又好吃 盆和手也不脏面粉了 那么就可以了 好 现在来给你们看看面团 如果你们看到面团不光滑 凹凸不平 那么是没关系的 现在可以用保鲜纸包起来 然后开始熄面 把它放在一旁30分钟 好 现在已经30分钟了 我们打开来看 现在可以开始轻轻的揉面 当我揉的时候我感觉到面团很软 轻轻的揉面几次那么就光滑了 我们再来用保鲜纸包起来 然后第二次的醒面 同样的时间也是30分钟 现在30分钟已经过了 我们一直重复刚才的做法 醒面的目的是为了让面筋放松 面团揉起来会更柔软 揉的越多次 做出来的面会更滑 用保鲜纸包起来 这次是最后一次的醒面 需要等一个小时 现在是一个小时了 把保鲜纸打开 然后用刀子割成4份 割成4份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擀面杖不够长 取出一份面团 然后把它弄圆 为了面团不张 擀面杖 可以把一点粉撒在面团上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把面团擀开 擀到差不多这样大的时候 我们转个方向再来擀 每一个部分都要擀得均匀 特别是它的边缘 在擀面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面团会粘在擀面杖 那么你可以撒一点粉在上面 然后把它反过来 又再继续擀 我们要的厚度 我们要的厚度大概是2-3毫米 把面片剪在擀面杖里 是为了让我们的面片容易擀得更薄 然后我们继续擀平它 现在面片已经擀好了 把粉撒在面片上折一半 再撒一点粉上去 就跟着我这样子折就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分享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按订阅和开铃铛来支持我哦 首先把它切一半 然后再切成条状 要切多框是看个人的喜欢 现在可以用手散开面条 这是做好的一小部分而已 还有剩余的 就是一直重复之前的做法 就可以了 这里所有的面做好了以后 我会带去妈妈家煮 这面不容易断 煮出来肯定Q弹 面用滚开的烧水来烫一下 把面从烧水中拿出来 把面从烧水中拿出来 我妈妈已经准备好的材料 先放虾跟猪肉 肉 鱼饼饼和肉盐 北侨 葱花 Ben 炸蒜米 酥脆的葱 炸浆鱼仔 这里是我老公吃的 所以才叫大碗哦 现在是倒猪肉汤的时候 還有豬肉碎和木耳 好 謝謝 加一點糖水泡菜 平常麵很好吃